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第八章 资产减值 这节课要介绍的是第四节的一部分内容 第四节资产组的认定 及减值处理 在这一节里面会介绍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资产组的认定 第二个资产组减值测试 第三是总部资产的减值测试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资产组的认定 前面谈到的是资产 单项资产减值的问题 如果说单项资产能够确定它的可收回计额 那就是按单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但有时单项资产本身不会有独立的现金流 只有和其他资产组合在一起 才能够产生现金流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考虑资产组的概念 资产组实际上也就是能够产生现金流的最小单位 这是一个资产组的概念 就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 我们在判断时 主要就是看产生的现金流 能不能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 下面说认定资产组要考虑的因素 资产组认定 就是看他的现金流 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资产组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你比如说 某一车间里面 有四台设备 分别把它叫做假设备 乙设备 丙设备和丁设备 有这么四个设备 假设备和乙设备生产的是A产品 丙设备和丁设备生产B产品 那一产品单独可以对外出售 B产品也可以单独对外出售 A出售就会有现金流 那B出售当然也有现金流 我们谈资产组 说能够产生现金流的最小单位 那假设备与设备合在一起 能够产生现金流了 它就是个最小单位 因为产生现金流是通过A产品来实现的 它就是个资产组 那同样丙设备丁设备合在一起 生产的是B产品 它也构成一个资产组 那怎么理解最小单位 并不是说这个车间合在一块 是一个资产组 这车间里面能够产生现金流的 A跟B都能够产生现金流 每一个都算数 所以每一个都是个资产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假企业生产某单一产品 并且只拥有ABC三家工厂 三家工厂分别位于三个不同的国家 而三个国家又位于三个不同的州 其实我们书上有一段文字就这么说了 那你看这个假企业 在地球上涵盖的还挺广 工厂A生产一种组件 由工厂B或者C进行组装 最终产品由B或者C销往世界各地 工厂B的产品可以在本地销售 也可以在C锁在州销售 如果可能的话 也是可以在那销售 B和C的生产能力合在一起上有剩余 并没有被完全利用 B和C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 依赖于假企业对于销售产品 在两地之间的分配 就是说每一个都有能力 但是他自己对外出咒多少 不是自己说了算 依赖于假 就是那个假企业 这个高层 他一个分配的问题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B和C 他自己不能决定 他主要的现金流 因为他说了不算 以下分别认定 与ABC有关的资产组 说假定 A生产的产品 就是这个组件 它要存在活跃市场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如果说A这个组件 A生产的一种组件 有活跃的市场 那他的价格就可以调整到市场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A他就可以作为一个资产组 那如果A生产的组件 没有活跃市场 调整不了市场价 那他也不能作为一个资产组 就认定资产组 这个现金流 一定是市场 不是市场不行 所以这里谈到有活跃市场的 A是可以单独的认定一个资产组 好 接下来看选项是怎么讲的 A 应当将A认定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组 这句话没问题 然后说以内部转移价格 确定其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这就错了 内部转移价格 我们前面谈到了 要进行调整 能调整成市场价的 他可以 不能调整成市场价的 他是无效的 所以A还不行 B应将A、B和C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那这也不行 因为A是有活跃市场 他按照调整成的市场价 可以单独的就形成一个资产组了 我们谈资产组是最小单位 那他就不是最小单位了 不行 C应将B和C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这就没问题 为什么将B和C认定为一个资产组呢 B和C自己都不能决定他的现金流 因为他依资产组 因为他依赖于甲在他们之间的分配 但是这两个合在一起 现金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是一个总的吗 这个产品 D应将A、B和C认定为三个资产组 那不行 B和C得合在一起 那刚刚也解释过 因为B自己 C自己 他没有主要现金流入的问题 自己不能确定 因此这个选项C是正确的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说应用上例 但假定A生产的产品 这里说A生产的产品 不存在活跃市场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要是没有活跃市场 那意味着这个价格是一个内部的转移价 内部转移价要调 你没法调了 A就不会构成一个资产组 给定的选项是 A 应将A认定为一个单独资产组 这就不行了 那现金流没有办法定 因为现金流我们要求是以市场价格来定 B 应将A B和C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这没问题 你只能把它合在一起了 前面分析过 B和C必须合在一起的 那现在A 又没有活跃市场 只有内部转移价格也无效 必须合在一起 C应将B和C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D应将A B和C认定为三个资产组 那都不对呗 所以这是B 是正确的 那下面资产组认定考虑因素 还要考虑管理层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或者监控方式 不同的管理方式 不同监控方式 那也是存在着一些差别的 这个问题也不难想象 因为我们谈资产组织能够产生现金流的一个最小单位 你比如说 我们有的产品 半产品可以对外销售 加工程产生品也可以对外销售 那你就看到怎么进行一些管理了 你看到怎么进行一些监控 资产组一经确定 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更 那其实也是一个会计政策的问题 会计政策一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 这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下面看一个题目 就是如何来确定资产组 假上市公司由专利权X设备Y 以及设备Z组成的生产线 专门用于生产产品W 该生产线于2011年1月投产 至2017年12月31日 已连续使用7年 假公司按照不同的生产线进行管理 产品W存在活跃市场 生产线生产的产品W 经包装机X进行外包装后对外出售 与产品W生产线及包装机的有关资料 如下 专利权X于2011年1月取得 专门用于生产产品W 除 而就该专利权除用于生产产品W外 没有其他的用途 这说专利权X 再看第二个 设备Y和Z 是为生产产品W专门定制的 除生产产品W外 没有其他用途 那你看看专利权X 设备Y和Z 每一个都不会说产生现金流单独的 因为他们的现金流是通过把产品W对外出售 收到现金形成的 所以很显然 那专利权X设备Y和Z 只有合在一起 才能够产生现金流 那这个现金流体现就是生产产品W对外出售形成的 每一个肯定不会构成 能够产生现金流的资产 那就他们肯定是一个资产组理的 往下再看包装机 是怎么讲的 三包装机H 细甲公司于2010年12月18日购入 用于对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 包括产品W进行外包装 该包装机由独立核算的包装车间使用 公司生产的产品W进行包装时 需按市场价格向包装车间内部结算包装费 除用于本公司产品的包装外 甲公司还用该机器承接其他企业产品外包装 收取包装费 包装机的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及未来现金流量限值能够合理确定 那我们看到包装机本身 它的可收回金额是可以定 因为这里说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金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都能定 那可收回金额能够确定 单项资产可收回金额能够确定的 那我们就不会再考虑把它放到资产组里面去了 我们问题 说第一个包装机能否单独计体检值减备 那第二个 专利权X设备Y以及设备Z 能否作为一个资产组 那前面给大家分析了 说包装机能否单独计体检值减备可以啊 因为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可收回金额 然后说第二个能不能作为一个资产组 当然作为一个资产组 原因是生产产品W 这是一个主要的现金流 那X不行单独不行 设备Y设备Z单独的也不行 那就一个资产组 第三 若包装机H只对产品W进行包装 无法独立产生未来现金流量 那要不要和专利权X设备Y以及设备Z 共同组成一个资产组呢 那就得试了 就是当包装机H 它只对产品W包装 你没有办法决定它自己的未来现金流 因为要对产品W包装 只能是现金流来自于产品W 不像前面说可以对外包装 那可以决定它自己本身的未来现金流量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资产组呢就应该是专利权X设备Y 设备Z还有包装机H了 这么个过程 第二个大的问题 资产组减值测试 资产组减值测试的原理和单项资产 实际上也是一样 我们单向资产讲的是 用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比较 可收回金额比账面价值低 对它提减值准备 资产组也是如此 如果资产组发生减值了 就是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比账面价值低 对资产组要提减值准备 不过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应该要把资产组里面的减值 按一定方式还要分摊到各单项资产上去 那下面我们看第一个 资产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基础 那这里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 这个基础应当与其可收回金额确定方式相一致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可收回金额里面有什么资产 那你资产组里就应该把它都含进去 或者说某项资产在你资产组里面提供了一部分 那你把这部分给含进去 比如说 我们有总部资产办公大楼 它为三个车间服务的 假定每一个车间都是一个资产组 每个车间各生产一种产品 那你车间生产产品可收回金额 你说与总部资产有没有关系 或者总部资产的一部分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没有总部资产提供服务 那你这项资产不会有那么多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所以后面就会看到 我们就应该是把总部资产按照合理的方式 分摊到各资产组 分摊到资产组之后 或者把一部分分摊到资产组之后 含有总部资产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和它可收回金额才能进行比较 这样才有意义 这就是账面价值确定基础 与可收回金额确定方式要一致 那同样 如果说在这个企业里面有商誉 商誉虽然与整体相关 但实际上商誉也会给企业带来利益 它并不是它本身带来的 而是要把它分摊到相关的资产组里面去 然后这个资产组含商誉的价值 再跟可收回金额比较才有意义 这是要明确的一个问题 后面大家就会看到 说对于总部资产 为什么要把它分摊到资产组 不分摊到资产组 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一个问题 那当然对于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就是资产组的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以后进额 与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进行比较 选较高者来确定 这次跟单项资产都是一样 然后下面说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应当包括可直接归属于资产组 与可以合理和一致的分摊至资产组账面价值 这句话也不难 我们车间里面 如果有三项资产 车间只生产一种产品 那就直接把三项资产归属于这个资产组了 我们还有总部资产 总部资产为三个车间服务的 那你应该把总部资产 按照一定的方式分别分摊到 这三个资产组 下面说 通常不应当包括以确认负债的账面价值 一般没有这个负债的问题 说除非在你资产计价的时候 里面已经含有负债成分了 就负债的限制把它寄进来了 想到前面固定资产部分曾经说过 弃制费用的限制要寄入固定资产成本 那你资产成本里面有的话 你就得考虑了 说但如不考虑该负债金额 就无法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出来 那这是个特殊的问题 一般考试往往也不 不设计 然后说资产组处之时 如果要求购买者承担一项负债 环境恢复负债等 那这就不一样了 就是将来这项资产你卖掉了 比如说矿山 煤矿开产完之后 要对它的原貌进行恢复 你要有一些植被 那这种情况之下 就要考虑了 那你要把负债这一部分考虑进去 考虑进去实际上来说 有价值部分 有一些剔除的问题 接下来说一下历时 当然这历时 也是准则上的例子 严格来讲呢 有瑕疵 但是还是说一下 MN公司 在某山区经营一座某有色金属矿山 根据规定 公司在矿山完成开载后 应当将该地区恢复原貌 那我们矿山有的要恢复原貌 有的无所谓 你有的煤矿 表层 把表层开散完了 那接下来呢 虽然有一个坑不太深 那接下来还可以种地 这种情况有 但有的是要恢复 恢复费用 主要为山体表层复原费用 比如恢复植被 你要种树 等等 要形成森林 然后说因为山体表层必须在矿山开发前挖走 你挖走之后要恢复吗 以后要进行恢复 那企业在山体表层挖走后 就应当确认一项负债 并进入矿山成本 就像在固定资产部分曾经说过 特殊行业特定固定资产 确定固定资产成本时 要将气质费用限制系进来 然后说假定它的金额数是500万 这500万呢 就是在资产价值里面含了 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是说在开始的时候矿山成本里面 这500万是不是已经实际发生之初呢 那不是 如果说 我们最终 这项资产 比如你要这个矿山建的一些长期资产 现在的价值是1500万的话 那你真正发生自己的建造成本 只有一千万 因为有五百万是 类似于气质费用的限制 这么个事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说就是这个点上 虽然资产入账入了1500万了 就说自己建造过程中有1000万 然后还要再加上这个500万气质费用的限制 虽然入上1500万 如果把矿山你卖给别人 以后我们也不去负责 负员 那你说 卖多少钱就可以啊 只要比1000万多不就行了吗 这也不难理解啊 因为我现在实际发生支出里面 只是1000万啊 只要卖比1000万多我就没亏啊 那如果告诉说别人去负责复员 然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进额 是1100万 没问题啊 那你不要1100万跟1500去比 跟1500比不对 因为1500那500万并不是属于真正实际发生的支出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 207年12月31日 随着开采进展 公司发现矿山中的有色金属储量远低于预期 这不一样了 变了 因此公司对该矿山进行了简直测试 考虑到矿山的现金流量状况 整座矿山被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该资产组 在207年年末账面价值1000万 包括确认的恢复山体原貌的预计负债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进行说明 说这1000万里面包括确认的恢复山体原貌的预计负债 那这个时刻 你资产里面包括预计负债还是500万吗 其实它真的不是500万了 在开始寄到固定资产成本的时候 你把500万寄进去了 继续用限制寄进去了 而以后固定资产提折旧 那一部分也会相应的跟着减少 不难理解吧 比如说我们原来入账入的是1500万 含500万的数 如果说过去了 假定这个是按照10年来提折旧的话 那每一年提150 这150里面实际是包括什么了 包括你自己发生1000万的那一部分 提了100 还有负债基金的500也提了50 因此你说过了一年 负债的数字或者过去10年长 预计负债基础资产的价值里面 肯定不是500万了 但是我们后面在处理时 说认定它还有500万 这就是我说有那么一个瑕疵的问题 这一项矿山资产组 如于2017年12月31日对外出售 买方愿意出价820万 说包括 恢复山体原貌成本 就是人家买去了 人家就恢复 预计处置费用是20万 这样呢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是800万 这样了 矿山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是1200万 不包括恢复费用 然后 咱们看一看它怎么说的 说根据上述资料 为了要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 在确定资产组账面价值未来现金流量限值时 应当将以确认负债的金额从中扣除 说这项资产组供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是800万 卖给别人是800万 然后说该资产组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考虑恢复费用后是700 这700是怎么来的 1200 减去一个500 他告诉矿山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数 是1200 然后呢 因为弃制费用限值说寄到资产里面500万 告诉说这一部分因为不是发生支出 你把它给扣了 就扣了500万变成700 当然这也是不是很合适 比如说五年前的 你说预计负债的限值 那是500 过了几年到现在 它不再是500了 那这里面呢 就是在某一个点上出售 用1200减去500 认为还有那么多 类似于气质费用恢复山体原貌的限值 就有不合适的地方 他就认为没变 那如果说在最开始这个点上马上去出售 马上提检之 这可以 然后说资产组账面价值扣除以确认恢复原貌 预计负债后的金额是500 他说资产组现在账面价值有1000 1000里面还含500的预计负债 说这一部分并不是我们真正实际发生支出 一直这个题目认为预计负债数 在资产价值里含的永远不变 这个假定我不说不合适 哪能不变 你说资产到最终都报废了 还有500万 那不可能 他就认为说这500万含着呢 那你真正现在资产的价值 比如说我们建造付出的价就剩500了 原来比如说要1500可能会贪多少多少 那都是正常建造资产发生支出 提折就不分 那什么意思 就是题目只是想说说这件事 按理来讲 说矿山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限值1200万 不包括恢复费资产 凭什么用 这是已经做出的承诺呀 已经做出承诺 在未来现金流量限制计算时 肯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 凭什么不考虑 然后接下来再来一个 说那我考虑之后变成多少呢 1200减去500 说我没有考虑当时那部分折线 就说写的不严谨的一个地方 这就大家放心考试不考 如果考试你真正要理论上 应该要算这个时刻 就是类似于气质费用的限值是多少 就是你资产的价值里有多少 那不是500 要重新进行计算才对 这个怎么重新计算就别管他了 那这题目如果说 这500万预计负债的数 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没有问题 你想资产价值里面 1000万 如果真的还含有500万的 那你自己发生的支出数 就是500万 然后我们把它卖掉了 还不管恢复 卖了800 进了供允价值减去 储事费用进了800万 跟他进行相比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 那一定是这样 然后 由于这里面资产里 还有已经做出承诺的 那你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当然是要考虑这一部分的 那考虑之后 不就变成了 没考虑的时候 1000 考虑之后 不认为呢 你500吗 这不限值告诉你说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500 那把它去了 就这么个事 那现在咱们往下再看 这样比较才有意义啊 供允价值减去储置费用的金额 和资产账面价值来进行比较 供允价值减去储置费用金额800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应该700 选800呗 800呢跟什么比 跟500去比 没有减值 这是我们这个题目 第二个 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 资产组要发生减值了 如何去付 这个简直是说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在处理上 首先比减质分摊至资产组中商与的账面价值 那前面呢 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 应该与可收回金额 确定的方式一致 可收回金额 如果说在你企业里有商与 那可收回金额里面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一定有商与的成分 所以一般要把商与先分摊到 资产组 或者什么资产组组合 这个分摊的过程考试也不会设计 那你分完了 一旦资产组减值 首先商与减值 商与要是没充掉 别的资产不减值 后面会通过数字来说这件事情 第二 然后根据资产组中 除商与之外的 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占比重 按比例抵减 其他各项资产账面价值 那剩下的就按照比例来分了 商与要是有先充 商与没充完 别的不减值 充完了 剩下的就分 别管什么属于固定资产 还是无形资产 然后有一点要进行注意的是 你要把整个资产组减值 往资产组里各项资产分的时候 不要违背可收回金额的概念 可收回金额说的是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进额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较高者 那说一个最直接的 如果资产组里有一项资产 告诉了他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进额 比他账面价值还高 那这一项资产根本就不能提减值 换句话来说 你把资产组减值分摊时 就不应该再考虑他 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在分摊时就这样讲的 抵减后各资产的账面价值 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之中最高者 你最终账面价值不能低于最高者 哪个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进额 如果可确定 因为这就是由可收回金额概念所决定的 你要比他低了 那不叫可收回金额了 因为我们可收回金额要选较高者 然后是资产预计未来现金额量限值 那也一样吗 这两者较高者还有零 零的说的是商誉 你要有商誉冲完了 别动出个负商誉了 那到零为止 有这么个过程 那我想通过一个题目 可能大家会更好的理解 刚刚谈到资产组减值处理的程序 某公司在某地拥有一家C分公司 该分公司是上年吸收合并的公司 由于C分公司 能产生独立于其他分公司的现金流入 所以该公司将C分公司 确定为一个资产组 就是C分公司是一个资产组 2016年12月31日 C分公司经营所处的技术环境 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 出现减值迹象 需要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时 C分公司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520万元 这520万元说含合并商与有20万 我们倒是停一下 合并商与20万在这含着呢 那么这样想 要是并进了一家公司吸收合并的 假定这家公司没有负债 只是一个资产 你要资产的公允价值是500万 我们付了520万 这才会出现合并商与20万 那商与就是这个概念 合并成本 比够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多的呀 那要是吸收合并 就是比够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呗 不用份额了 就多的 那如果说 告诉可收回金额数是510 你说那些可辨认资产并进来的 减值没有 没有啊 510还比500多呀 因为那500说是公允呢 但是你原来付出的数是520万 可收回金额要是510 那得减值10万啊 那什么减值呢 肯定是商与减值啊 当可收回金额如果说 要是比500多 可辨认资产当然没有减值 只有商与减值 如果 可收回金额数 比如说这里要是490 那可辨认资产真的就减值了 因为你商与20减值完了 490比500低了 那些资产就减值了 这就是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 资产组里面有商与 资产组发生减值首先充商与 商与没充完 别的资产减值没有意义 那别的还比他的供应价值高 没减值 只有商与充完了 别的资产才考虑减值 再往下 C分公司资产组中包括假设备 已设备和一项无形资产 有这么三个 2016年12月31日期 账面价值分别为250万 150万和100万元 各资产的剩余使用年限也都一样 三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均无法确定 就每一个都不能确定 那就构成一个资产组 没有特别说明 减值损失应当按照账面价值所占的比重来进行分配 就你扣完商与之后 剩下的按照账面价值比例去分 不考虑其他因素 题目要求 计算C分公司资产组中商与 假设备 已设备 和无形资产应分别计题的减值准备金额 然后编制有关的会计分录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题里说 C分公司资产组的账面价值是520万 告诉这个资产组可收回金额490 所以资产组减值30 我们要做的工作是 要把减值30分摊到单项资产里面去 当然这里也包括商与 因为含商与了 给大家做个分析 资产组里含商与 如果资产组发生减值 首先先去充减商与 商与一共是20万 那20万全减值 如果要是可收回金额在这里面是510万 那就是商与减值10万就结束了 可收回金额500万 商与减值20万也就结束了 没有别的资产减值的事情 但是现在 可收回金额490 所以别的资产要承担有10万的减值 按照账面价值比例去分 这10万你可以说除以账面价值合计 假设备以设备还有无形资产 假设备250 以设备150 无形资产100 然后乘以假的250 他要承担的减值损失 假设备承担是5万 那10万减值损失了 但是你可以说用账面价值比例 假的账面价值250 除以三者账面价值合计 然后乘以分弹的减值损失 都一回事 同样的方式 以设备承担的 用以设备账面价值占整个账面价值合计 乘以要分弹的10万 他承担的是3万 无形资产承担减值损失 最终算出2万 这么个事情 那接下来要说一个什么问题 假如说告诉假设备 他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告诉的是248 那这是什么意思了 那你说假设备提完减值之后 的账面价值应该是多少 现在你要分摊的数是原来250 要承担减值损失5的话 变差245 当题目里要不要谈 题里要说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进额248 那你不可能比248低 因为说了就是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进额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较高者作为可承回机构 那现在可承回机构248呀 那出现什么问题了 他只承担减值损失2万 就是250-2结束了 剩下的3万你要在已设备无形资产之间 再按照账面价值比例去分 因此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二次分摊的问题 就这样的 也说过 要是告诉假设备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进额 那251 假设备还承担资产减值损失吗 他就不承担 不承担由乙跟无形资产去分 有一个问题再给大家强调 你可不要说 那假 乙 无形资产都给公允价值了 结果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金额都高 都高你还提什么减值 那就告诉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金额 已经比账面价值都高了 那就不提减值了 肯定有的是不高的 不高的才就承担去呗 就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下面看 要是没有给定假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金额 按照刚才算出的数字 我们就应该借方资产减值损失30 代方商誉减值准备20 先冲商誉咯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假是5 乙是3 无形资产减值减值准备2万 这是会计分路 资产提减值 都寄到资产减值损失 那这节课呢 谈的是一个资产组 我们要知道资产组 是产生现金流的最小单位 资产组在确定时 主要看现金流 是不是独立于其他资产 或者资产组 当然说资产组确定时 不是说绝对的 还要看企业管理的一些方式 像我刚才谈到你 比如说什么半产品产生品 那我这一个公司的管理方式 我就不要再卖再产品 整个在这车间 一生产完之后 全都变成产生品 那就不好产生品 这一个资产组 那如果说管理的方式 我有的车间生产半产品 然后到另外一个车间去 再组装产品 我半成面也可以对外卖 也有活跃的一些市场 那个市场价也有 好了 那一部分就可以做为一个资产组 就看情况 不是说绝对的 那之后跟大家谈到 你再确定资产组时 那个价格一定是市场价 如果内部转移价 那内部转移价格 能调整成市场价的 可以 调不整成不了市场价的 还不行 资产组简直设施 含有负债的一般了解 我也说过 我们说的例子 准确来讲 不严谨 不合适 那合适的 我想不想再进行过多的调整他了 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他考试也从来没考过 那你要关注什么呢 资产组真正的减值了 怎么去做 有商欲先充商欲 商欲充完了 别的资产按账面价值比例去充 充完之后呢 你要关注当资产组里 要给定某一项资产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分析后金额了 那这项资产提完减值之后的金额 不能比他低 给他分多了 他不要 剩下的 那你别的就对不起了 跟着承担 由别的资产来进行承担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